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如果說要不結婚 當然比較有時間 可以賺一點 不過結婚後 事實不可以 很多事情 家裡的事情不可以 可是也是要注意哦 不要變成黃臉婆 所以說結婚 還是要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我們怎麼樣在廚房裡頭 不要把自己弄得這麼的累 好,那是有祕訣 今天什麼要來跟我們分享呢 好的,他現在是單身 我相信他如果嫁人了 也一樣會很愛自己 也是美美的 Emily還有我們的主廚林玉鋼 大家好 兩位好 嗨 來 你好 我們第一次見面 你的名字太吸引人了 林玉鋼 真的 好像與玉鋼 對 真的是那個... 泡澡那個玉鋼 對,沒錯 但是... 是玉佩的玉 天鋼的鋼 不是那個玉鋼 對 可是那個發音一聽起來很像 對啊 玉鋼 對 那你... 你真的是很春裝耶 對啊,今天穿這樣子 想說要來煮一些西菜 是哦 今天要作的料理是什麼 分享一下,叫什麼名字 好,我們今天要作的一個是 牛排 對,老套羅斯尼 還有一個是 台灣黃牛牛肉湯的食材有 黃牛肉三百二十克 牛骨四百克 蒜頭四十克 薑三十克 洋蔥一顆 蘋果一顆 白蘿蔔半根 紅蘿蔔半根 白甘蔗六十克 白胡椒粒十克 花椒粒十克 月桂葉少許 青蔥一根 美國老饕羅西泥牛排的食材有 上蓋肉一百五十公克 鴨肝三十公克 南瓜泥五十公克 波特醬八十CC 成年白蘭蒂約三十CC 雞高湯五十CC 來,我們先開始 我們要先煮湯 好 湯底先煮起來 好的 所以待會兒我先切一些東西之後 然後我請Emily來做炒的動作 好 所以我們現在用這個鍋子去煮對不對 這個... 有沒有發現這個鍋子不一樣的地方 對啊 格林很像名牌 對,我就說 好像那個筍要包包的那個 對不對 對 這是一個林格文的材質 對,是 連旁邊都是耶 對 好,我拿一 有 而且好輕哦 普通我都會覺得好重 可是這個真的很輕耶 它比較不像一般的鑄鐵鍋的重量 它比較輕一點 比較讓家庭主婦可以在家裡面 可以比較容易上手 感覺又時尚 對 用得很有氣質的感覺 而且它的這個 背面的一個設計 它不只是在瓦斯爐 或是在電磁爐或是爐廳 都可以用 而且連後面都弄得好漂亮 漂亮 不錯 而且它重量非常的輕 這個這樣感覺 做菜也滿舒服的 對 看起來就賞心悅目 對 好,現在這是要煮湯嗎 對,我們先煮黃牛牛肉湯 好,先煮湯 來,我們請Emily來這邊 好 好 黃牛牛肉湯呢 其實我們裡面的材料 就會有甘蔗、蘋果 蔬菜、蒜頭 還有一些香料 對,你的骨頭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選用的是一些牛邊骨 或者是肋骨 因為這個鍋子的關係 它的導熱性非常的均勻 是,那很重要 對,所以你的... 而且它是一個 所以你的油不用下得太多 甚至不用下油 你現在沒有放油啊 你甚至不需要放油 放... 對 所以我們先把大蒜壓水對不對 對 然後再把它丟進去 好,然後甘蔗 對,甘蔗 甘蔗原來的甜味 甜味,那你... 還要這樣 這個刀子很厲害哦 你看起來還很年輕耶 沒有,已經... 幾歲就開始學作料理 十六歲 十六歲 十六歲,好厲害哦 你現在差不多二十幾歲 也做不到多久而已 對,美鳳姐的高估 你看,很年輕耶 對 你已經做了幾年了嗎 已經做到差不多快二十年左右 二十年 然後你十幾歲開始做 對 從學的時候開始 對 你現在已經是做到 蘇師傅嘛,對不對 現在做的是飯店的一個 西餐行政副主廚 副主廚 那麼年輕就是副主廚哦 好厲害哦 好 這個當主廚 要到一個主廚 到什麼副主廚 這不容易 從徒弟開始就要開始 對 打雜吧 要嗎 從剛開始 從 這些 從基本的一些語言的能力 訓練 這個你現在加的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胡椒 白胡椒粒 對,你只要加一些些就可以 蒜頭、洋蔥、甘蔗 放下去 然後蘋果放下去 然後再胡椒粒 對 現在是菜頭 對 白蘿蔔 白蘿蔔 你這個蘿蔔 你這個蘿蔔 對,不用 因為你現在是熬湯的部分 很棒耶 不需要再多做其他的處理 是營養的 對 好香哦 我現在都已經聞到香氣的味道了 現在這個是 這個是花椒 好 花椒 花椒粒 好的 然後跟這個是西餐的月桂葉 月桂葉 月桂葉不用下太多 只要下一點點就可以了 這個湯頭這樣子就會不一樣 然後這個是汆燙過的 對,汆燙過的一些骨頭 你可以選擇有一些牛肉的肋骨 或者是選擇一些邊骨都可以 都可以 好 然後高湯 對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下這個高湯 高湯 好 這個是一般我們所煮出來的 一些牛高湯 所以它不需要去做任何其他 多餘的調味 對,你只要煮起來的牛高湯 去澆到這一鍋裡面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在煮的過程中 你看到現在 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放任何的油 沒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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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利用這些蔬菜 跟牛骨頭的原味 去煮出一個道地的 一個台南牛肉湯的味道 而且現在吃起來好健康哦 健康 健康 這個羅西尼 我們先... 首先我們要先調一點味道 好 鹽 請問你哪裡的人 台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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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十幾歲就開始學做料理 你都學... 開始中餐 什麼都開始學嗎 開始做 我們一路以來都是學西餐 西餐 是哦 對 好 接下來要加幾滴油對不對 對,我們加一點點的油就可以了 對 所以說做菜也可以真的很時尚 廚房也可以看起來很舒服的 不是那個鍋子都皺皺的那種 看起來很舒服 還是要照顧看起來很順眼耶 然後煮東西 它其實滾了很多 它其實小火 它的鍋子好 就是導熱也很好 導熱非常的均勻 對,而且它的這個鍋子 最主要它的材質 它經過三層的一個 不沾鍋的材料去做 塗抹 對,然後跟它的耐用的 這個不沾鍋的耐用程度 其實是其他的鍋子的五倍左右 對 那這個我們還是基本上不要用鐵了嗎 對 會盡量不要使用所有鐵 或者是不鏽鋼什麼的 去刮這個鍋子 對 對,我們盡量去保存這個鍋子 一些原本使用它的方式 剛剛我們在加油的時候 其實是只有加一、兩滴 幾滴而已 我們可以運用它這個... 它本身的特色 然後我們來煎這一塊牛肉 對,所以你在家裡面 你不需要 不要太... 這麼急的在做這些料理 你看這個煎出來 一點點的油 但是可以很漂亮的 一個肉的上色的麵 我現在都可以聞到味道 好香哦 這個講到那個塗層 可以意識一些 譬如說鍋子 如果有一些細菌什麼 這樣... 其實它這個鍋具 這樣就會比較衛生 因為它有一些那種塗層 對不對 那家裡比較健康 比較不會有壓力 但是清洗的時候 就一點點清潔劑就好了 你也可以用一點點清潔劑 去做清洗 但是甚至你可以不需要用 你只要加一點點的水 然後用紙巾把它旁邊擦擦 擦擦就行了 對 了解 現在這是... 這個是 而且這個羅斯尼其實它是有典故的 請說 好 這個羅斯尼其實是早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非常音樂的創作家 他是一個法國人 對 他在晚上的時候 他其實非常的就是... 他餓了 他又不忍心去吵醒他的仆人 對 所以他就自己下去廚房裡面 開始操作 他就拿了一塊牛肉 然後跟拿了一個鵝肝 然後去做煎的動作 然後剛好他那邊有一個 他是用波特酒 波特酒是一種紅甜酒 然後去做成的一個紅酒醬汁 對 然後加了一個所謂法國的一個 對 然後把松露加在這個紅酒醬裡面 最後把這個一起組合起來 所以一直延滅到今天變成一個羅斯尼 了解 羅斯尼斯尼斯 好 所以這個是鵝肝 鴨肝 這是鴨肝 鴨肝 你看其實我們鴨肝在出油之後 我們待會兒都先不要去... 還先不要動它 我們讓它的表面能夠非常的金黃色 它其實它會金黃色 就像我們剛剛一直提到的 這個鍋的受熱其實它非常的均勻 對 對,所以它不會說... 你看我們火那麼小 第一個我們又可以 對 對 我們不用說像在往常我們所認識的 就是我們一定要大火一定要怎麼樣 大火怎麼樣 對,一般都... 但是這個就好像也還好 不用大火 就小火這樣子 對 就是一直都還滿嚼的 好 漂亮 那你知道鴨肝的法文怎麼說嗎 法文 好厲害哦,真的 你有學哦 所以... 因為它這個其實沒有英文的名字 我們就是叫它法瓜 就是叫它法文的名字 是 對 這是鴨肝嗎 這是鴨肝 鴨肝 對,鴨肝 鴨肝台語怎麼說 鴨肝 厲害啊 厲害 厲害 好 好 然後這時候我們再把這個肉放回來 我們利用這個鴨的油 對,利用鴨油 然後讓它能夠去吃進這個肉裡 是耶 翹耶 你們餐廳也是這樣子嗎 對 好 那這個我們... 因為為了讓你這個鴨肝 它能夠有一些帶一些酒的味道 對 這個是我們的鴨肝 一個... 鴨肝 對 小心哦 好 我的天 請您有沒有嚼 好 好厲害耶 有沒有,聞到那個酒香 它現在上來了 還沒聞到 是不是嚇到 有 有... 那你在廚房也是這樣子啊 對 點火嗎 對 好美哦 然後淋上一點點的雞高湯 雞高湯 你在家裡都可以... 隨時都可以做 你燙個雞 你要做醉雞 或者你要燙雞起來的時候 把那個湯雞留下來 對,你可以煮湯 你可以通條 這樣 都可以用 所以就是說你用好的鍋子 這樣你可以料理出好的食材 當然 對 那當然好的鍋 因為我們要找到一個好的... 也要好的食材 也要好的鍋 對 然後這個最基本的 對 你也要做料理 那更棒 好,這個是...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 其實他們在法國裡面 他們在做這道菜的時候 他會用一個波特酒 波特酒 它是一種紅甜酒 它在喝的時候 它這個酒在佐酒的時候 其實它微甜 微甜 然後再加上牛肉的原汁 然後下去做醬汁 好 對,就這樣 看到這個就覺得說 其實送媽媽這鍋子 真的很好 因為你自己也可以下去用 對 因為看來就想用 我其實送這些給媽媽 就是自己也想用 很耐看 擺的感覺就滿實上的 對,剛剛這樣子一個煮的過程 對 其實它現在到現在 我們還經過一個短暫的一個水 水方面的一個烹調之後 對 其實它的肉溫度 它現在熟度大概在五分熟左右 五分熟 對 是喔 因為還滿厚的 所以我們可以很輕鬆的在家做法式料理 而且又可以 沒什麼油煙的狀態下來完成這一道菜 對啊 法式料理 好的,那我們這個 就可以把那個盤子拿起來 然後我們就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我們待會兒還可以再喝那個牛肉湯 對 然後再擺一個這樣子 蔬菜綠色的這樣擺盤 就很隨性的 好的,那我們就可以準備上菜囉 今天在我們這個廚房呈現出來 原來是在 那種享受 真的 真是不一樣耶 這樣一擺起來 好,那我們現在 這裡還有一個... 這個是... 這個就是... 對,這是在台南的時候 你在喝的時候 它會馬上淋上一個熱湯 讓這個肉 來,我們看一下 就這樣 對 這樣子 好,我們鏡頭看一下這樣子 來,這個給你 你拿著 這樣 這樣會熟嗎 它只需要有稍微加熱的程度 讓它肉能夠在外圍 有點像日式那種叩的概念 對 然後讓它能夠外皮 其實都能夠有上色 其實就夠了 好 然後它泡到這個熱湯裡面 其實只需要 你把這個肉調下去 然後均勻地攪拌 讓它泡得大概 六秒到十秒左右 好,你看它肉開始變色 真的耶 對 那這個時候這個肉 它的一個鐵質 跟它的這個豐富的一些維他命 它可以開始擴散這個湯裡面 所以它湯開始顏色 就會開始變比較重 像這個肉已經整個變色了 有沒有,對 所以這個時候吃的肉 是最柔嫩的時候 對 而且這個牛肉我們在選用的時候 其實我們選用的是一個 對,而且這個黃牛 我們是一個禮拜只 只配送一頭牛而已 對 所以我們只選擇這個 所以一個禮拜只有一副 這個後腿肉我們可以使用 好 然後我們就來嘗嘗看 好 好好喝哦 好好喝 超好喝的 可以喝得出有蔬菜的甜味 還有甘蔗的甘甜 對 好好喝 跟一般自己家的 你煮的都不一樣 而且剛剛我們在烹調的過程中 我們完全沒有加到油 沒有啊 對,沒有任何的油 就是單靠牛肉本身的油脂 沒有問題 好好喝哦 這真的很好喝 而且味道整個都是出來的 對 對不對 然後沒有加什麼緊壓 然後這樣子就... 我沒有想到可以這樣子 而且就只有加了一點點的鹽巴 對,真的很好喝 非常的健康 其實我們現在在喝這個湯的時候 它這個牛肉其實也都是切好了 我們也可以來分享一下 好,那我們就先吃吃看這個 好啊 好 好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這個 老饕的Rossini 對 對,我們選用老饕呢 其實就是我們選用的是一個 熱眼上蓋的部分 這個其實這個在整條牛的部分 其實不多 那我們來做這個Rossini 上面當然你待會兒吃的時候 可以吃得出有壓乾的一個 壓油的味道 果附在這個牛肉裡面 當然也包含了這個松露味 對 對 這松露味 好好吃喔 真的很好吃 所以說我們這個肉 我們在烹調的時候在家裡 其實我們可以用這種鍋子來煎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家裡做什麼 做一個非常高貴的西餐 但是又不用非常的忙碌 對,可以很優雅的做菜 它放的瘦子要學 對 對,你那是超級好吃的 好好吃喔 這個松露 而且它的那個 這叫什麼南瓜醬對不對 南瓜泥 南瓜泥也超好吃的 這個南瓜泥的做法 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你只需要在家裡 你用南瓜 你把它水煮 或者是說你用烤的也可以 只要烤出來之後 把它倒成泥狀就夠了 那你加一點點的鹽巴 原汁原味 我發覺牛排跟鵝肝 或是鵝肝 都很合味 那個味道都剛剛好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好好吃喔 這樣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 煎牛肉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樣的平底鍋 但是我們 做出來這個牛肉 我們可以達到 五星級飯店的一個水準 你好棒 我們在家裡可以輕鬆 食用這個格林文的鍋子 對 第一個它又可以食上 對,看了就很吃 所以你又可以 看了就會一直想要去用它 對,然後又可以 又可以很優雅的作菜 又可以做出 心急般的享受 因為這兩個鍋子 其實都很實用 煮湯的啊 對 很實用 然後煎東西 或者炒東西什麼 都非常簡單 而且它的清潔也 剛剛姐有講到 清潔其實也很簡單 很簡單 你在清潔的過程 其實你不需要用什麼 太多的清潔劑 其實這種好的鍋子 對,好的鍋子 你只要加一點水 加熱一下 紙巾擦一擦 它乾淨就夠了 對 你如果說長時間 用清潔劑清洗的話 它變成它會殘留 清潔劑在鍋子裡面 是不是 我就常常不太用清潔劑 然後我的助理老師說 我洗不乾淨油油的 對 那可能那個鍋子也 也很難不用清潔劑吧 對 像你說這個 可能我煎完那個牛肉 我可能用紙巾擦一遍之後 再倒一點水 讓它稍微滾一下之後 水倒掉 我擦一下這樣就OK了 對 對啊,這樣又可以保持住 你鍋子的一個保持 它不會有一種清潔劑 或者是刮痕 對,清潔劑 因為有一個東西 它慢慢... 其實有時候不見得 它洗得非常乾淨 就算你已經沖得很乾淨了 它還是... 就怕它還是會有殘留 對 所以就是 基本上就是還是... 有人說洗完弄乾淨之後 是不是要抹油保養啊 這個鍋子其實 你剛開始在做保養 不需要 不需要 對,因為它已經有三層的 一個不沾的塗層了 對啊,所以你也不需要再多做 其他的一些保養的動作 這樣子 那也挺好的 這個就是看起來挺賞心悅目的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站在旁邊要用這個東西 媽媽我就覺得 媽媽今天是貴婦哦 很不一樣 對 就算一個貴婦在廚房裡面做 對,而且它的功能又那麼好 煮出來的東西又那麼美味 而且重點是 它清潔好好清 就不需要再... 等一下煮完菜的時候 又要在那裡刷 又在那裡弄 這個感覺 蓋子弄一下就好了 很好整理 也很好用 非常謝謝二位的光臨 感謝 謝謝剛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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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裡的名字 讓人家印象深刻 真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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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